你找什么呢 找什么呢 跟大家聊两句 到海滩上来了 这有好多晒太阳的人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 特警总队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序列里边 叫12处 北京市公安局一共有50多个处 这50多个处干嘛呢 我都一清二楚 其中这个 二处刑侦处 八处人口管理处 它是由两个处组成的 有一个叫户籍处 户籍处是管这个北京户口的人的 还有一个叫外来人口管理处 管这个没有北京户口 但是生活在北京的人的 后来这两个处合并 叫户籍处 也叫市居八处 这也是我的客户 那个行政处赵处长赵哥 这个处原来在西客栈 跟北京市公安局的西客栈分局 在同一个楼里边各一半 后来搬到了丰台区的承寿寺路 搬到那去了 真会玩 这老外真会玩 地中海 是吧 这个波浪要比印度洋 大西洋 太平洋 要小多了 又比北冰洋温暖 温暖多了 所以我们这特别好 我们这是宝地 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 人节地灵 物宝天华 物赴年峰 是吧 这个鱼米之香 遗养天年 人间仙境 人间乐土 人间天堂 是吧 牛逼达拉 牛逼达拉 牛逼合 是吧 然后咱们接着说 这特警总队 这他们这个总队长是萧勇 原来西单商场派出所的所长 西单商场在文革后期吧 是文革 没结束 还是结束以后的时候 发生过一个爆炸案 别闹别闹 又来了一只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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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一个爆炸案 好像是一个地主啊 还是富农啊 是辽宁啊 还是山西啊 还是内蒙啊 反正是北方的 好像是三四十岁了 在村里边受到虐待 受到歧视 也娶不上媳妇 然后家里边有各种的这种冤假错案 各种的冤屈 各种的不公平 反人类的对待 后来呢 就那个啥了 后来就急眼了 实在是不想忍了 就拼了 就弄了一个炸药包 反正就是弄点炸药 那会儿北京管的也松吧 就到西单商场 然后爆炸 炸死几个人 后来这萧勇把这案子破了 好像八十年代初吧 北京发生了北京站 北京站那个楼梯 就那种滚梯 斜着的 由一层往二层 后车大厅走的那个路上 也是发生了一个爆炸案 也炸死了好多人 那个炸的多 西单商场好像死人在各位数 北京站那个炸的人多 那个好像死了几十个人啊 也是这种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然后就报复社会的啊 萧勇就把那案子破了 就是西单商场的 后来慢慢升官 这萧勇我见过一次 是一个矮胖子 他穿着那种白色的那种警服 然后这个警察不是分什么五等十三级吗 他应该算比较高级的警官吧 是吧 一般公安部只有一个总警监 国家安全部有一个总警监 是吧 总警监 副总警监 什么一都二都三都 一级警都二级警都三级警都 然后什么一司二司三司 一级警司二级警司三级警司 这个什么警都警司 比较基层叫警员 一员二员三员 就跟那个军队差不多 少尉中尉上尉 一毛一一毛二一毛三 少校中校上校大校 两毛四两毛三两毛二两毛一 是吧 少将光板一颗星 中将光板两颗星 上将光板三颗星 是吧 反正中国这都是混饭吃的 都是腾红 都是贪污腐败分子 完了这个肖勇 哎呦 他问过我一次 我在食堂送货 然后在那个厕所正撒尿的时候 他也来了 他也在我旁边撒 然后问我 你哪的呀 是吧 我不敢说我是一个一个一个私营的一个一个这个贸易公司给送粮油啊 他他肯定不高兴 他一句话就能把我给听了 听了把我给踢了 是吧 一句话 以后别让这孙子送货了 是吧 我这灵机一动 我说我是东城区粮食局的 哎 然后他没说话 点点头走了 是吧 因为我穿的衣服比较花里虎哨的 就各种的迷彩服 然后各种的那个 有各种的徽章 什么美军的啊 什么德军的 什么苏军的 我穿的各种的 都是从军品店买的特别花里虎哨的衣服 所以他看着我 盯了我看了一会儿啊 他就把我那个客户吧 那个非常正直 非常正派 然后一点也不贪污腐败 那个人太太正派了 百里挑衣 千里挑衣 那个处长 姓陈的 我现在说没事了 这个姓陈的这处长 应该也得有个 没有七十岁也差不多了吧 然后哎呦 早就退休了 骂呀 有一回 有一回吃的那饭菜 不合他心意 哎呦 这骂的呀 就祖宗八蛋呀 全是世界上 最脏的 最龌龊 肮脏的语言 骂祖宗八蛋 是吧 你共产党的体系内 上级 下级 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就是人身衣服 他完全就可以羞辱你 剥夺你 羞辱你的人格 骂你祖宗八蛋 他都不敢放个屁 对吧 我们那个 对吧 那个 那个陈畜 我们管他叫陈畜 他是个处级干部 正处级 是吧 在我们面前肯定 我得哈着他呀 当然他不黑 是吧 他也没有任何的腐败 没拿过我一分钱 对吧 非常正派 可是在他的上级面前 他就得 心里边可能 骂 是吧 心里边不服 表面上连个屁都不敢放 对吧 你一句话 你呀滚蛋 回家 让你呀脱了 他妈这身狗皮 让你呀脱衣裳 对吧 所以他没办法 他真的就忍了 就只能忍 你不忍又能怎么样 对吧 你中国他没有规则 对吧 每个单位的一把手 在那单位都是一个 他妈的男霸天 都是一个流氓头子 臭流氓 都是一个山带王 都是一个土皇帝 他说了算 中国没有规则 是吧 到处都是土匪 对吧 到处就是黑社会 臭流氓 对吧 尤其在这个公检法 这个更他妈的 这帮孙子更狠 更恶毒 各种的坏招 对吧 更他妈肆无忌惮 干嘛呀小孩 不让我聊了 这边这边 这热是吧 还有他们特警总队啊 后来这个萧勇 这食堂啊 包出去了 承包了 呃 他找的谁啊 哎 这都是关系户 那个原来那个西城区饮食公司 后来整合叫做巨德华天饮食集团 巨德就是全巨德 巨德华天啊 巨德华天那个总经理或者总市长吧 反正说了算的人 是他的中学同学 哎 利用这个关系来承包 但是他手下的人不管那么多呀 他们特警 那北比如说北京有这个下岗职工闹事 有这个拆迁闹事啊 这个维权 他们都去镇压去 或者有人到天安门广场 他们都在天安门广场 有那特警的车在那警戒着 反正出什么事 比如说有P2P难民 他们也得去 是吧 当然比如说有新疆来的 所谓东突 他们都得去 所以他们都穿着那个特警的那个制服啊 也非常重 训练也比较苦 然后那个大皮靴子 有一次就他们那个巨德华天 那个承包食堂的一个一个员工吧 就他们的特警来吃饭 拿了一把筷子 一把筷子 完了有一个员工就说 说你能不能少拿点啊 你一双一双的拿呀 好家伙那特警 直接就用那个大皮靴子 那特警多有劲啊 那都是他们杀人机器 对吧 那特警天天训练 光光光就照着那个 那个食堂 那个承包食堂 那个公司的员工 就踹呀 光光光就踹 然后光光踹 踹完之后 你别叫了啊 讨厌 踹人家 踹完之后还不算完 还说滚蛋 啊 说你们呀 赶紧让这傻逼滚蛋 说我以后再也不想看一看他 赶紧让他滚 那单位吧 虽然说那个总经理 聚德华天的 承包食堂的 啊 跟这个骁勇关系不错 但是 是吧 那只是那哥俩上层的关系 那你所有的其他人 还得是哈着人家 所以 那个特警 踢人的可能也是个头 啊 具体是谁 我不知道 我也是听那些人转述的 因为我给送粮油嘛 我给送了13年的粮油啊 后来 也就让那哥们 反正有外地人吧 说白了也都是来北京打工的 好欺负 那怎么办 打了 打你就打你了 白打 然后你还得滚蛋 你还得失去工作 你就 你就赶紧走人吧 是吧 卷铺盖 就赶紧回家吧 把工资可能 一截 是吧 你就该再找新工作 找新工作 就是那样 这就是 法西斯 就是反人类 打人 骂人 对吧 浑着呢 是吧 后来那个谁 后来 我见过他们训练 我见过他们训练 就在操场上 那个食堂在那个院 就是在北青路之后 食堂在那个院的西南角 北边有个大操场 训练 一部分人 呃 化妆成老百姓 那个 穿上老百姓的衣服 然后脑袋上 还缠着那个白布条 就跟那八九六四 有的游行的人 缠白布条一样 然后说 那个 那个什么 要 还举着一个横幅 白布 上面写着 还我的血汗钱 他就是演练 然后那拨人 另外一拨人 就是演练 如何把他们给分开 啊 然后打他们 如何把他们给关起 起来给控制起来 也都演练 他们有一个 每次执行任务 有一个指标 就是比如说 根据这个聚集起来的 这些群体性事件的 那个那个 规模 人数 然后好像每次 可以打死人 打死人啊 这个前两年公安部 是赵克志 是谁当部长的时候 啊 完了还是那个 那个江西 那个叫什么 孟建柱 还是谁啊 公安部有一个新的规定 以后打死人啊 包括打死打伤 发生各种的问题 警察个人不担责 比如说涉及到赔偿 或者什么问题 由单位集体负责 那警察就更打你了 之前还有所顾忌 对不对 哎 这都是我了解的啊 然后这个 19年 哎 不是19年 09年 新疆 发生七五事件 啊 这个维族人 大量的杀汉族人 是吧 这个维族的那些人 他组织起来了 跟境外 热比亚 他们的那个山洞 也有关系 因为他们的 在广东去打工 集体打工 然后发生了冲突 这个好像一个汉族女孩 走错门了 进入一个维族工人的宿舍 然后那维族工人 也没有强奸他吧 我觉得也没有强奸 可能就是有点 起哄 就说白了调戏调戏吧 都是年轻人啊 然后这个汉族工人不干了 反正因为毕竟是广东吧 那地方打工的 虽然都是外地人 韶官吧 也是汉族人居多 两边人发生了冲突 可能维族人被打死 我认为可能在各为数 我认为也不可能几十几百 各为数吧 反正总之 但是中国 它不是一个新闻 它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 是吧 它是控制舆论啊 它不是能够 正常报道啊 所以这事越传越邪乎 后来就是维族人 他们是通过手机转信 啊 说你是不是穆斯林 啊 你是不是维吾尔族 你要不要捍卫你的尊严 我们被欺负了 被打了 等等等等 被杀了 哎 后来当然 你你如果对中国政府 有仇恨或者怎么样呢 但是最终还是普通的汉族人 被打死了几百人 肯定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多 多多少不知道 最终承受这些事的都是普通的汉族人 是吧 我也认为那些人也是很无辜的 对不对 当然在中国 你从根上还是制度有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也解决不了 就是靠强压 对吧 强压 最后用武力压 就从各地 辽宁省公安厅啊 北京市公安局啊 都调到特警 后来调走了一半 七八百人的特警总队 调走了一半差不多 反正 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事 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调走一半也影响我的生意了 我也少挣一半的钱 是吧 关系